别人想陷害张一伟 通过陷害张一伟 拿到对您施加的预定 强强的不成一大人成立 我恭喜你上了别人的圈套 这个畜生 有邓律师的电话吗 有 打 好 徐伟检察组正在热播中 冯森表面上是不苟言笑的检察官 实际上是一个攻击力十足的 嘴强王者 不带脏字按戳戳怼人 但却滋滋诛心 这嘴杖看得太爽快了 忍不住想看看冯森与戈壁里斯 在一起谁会赢呢 想想就刺激 不过冯森说的挺对啊 张一伟的案子现在这么多漏洞 杜耀仙你好意思称自己为大律师吗 全国观众都看出 杜耀仙就是来坑张一伟的 只有郑商学无条件的信任 听哪 郑商学你的智商哪去了 我怀疑你郑书记的位置是花钱买的吧 人汉就是胆子大 邓律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郑商学你脑子在头上 就是嫌好看的吗 不得不说张友诚哪里都好 就是在挑老婆孩子这方面 眼光欠佳呢 郑商学你就作吧 早晚把张友诚折进去 张友诚看此状也是危机重重 自己书记的位置还没坐稳 就要被儿子拉下来 赶紧请冯神仙给自己坐镇 冯森出马一个顶俩 他下身来调查黄四海案件 外面的黄雨红急坏了 未给郑商学施加压力 让乔义反口说自己被强奸的 直接坐视张一伟强奸罪 人证物证巨在 张一伟也是白口冒辩 虽然是被冤枉的 但看到张一伟的下场 心里莫名的愿意开心呢 这才是渣男该有的下场 有望透露这双血 舅子心切 为报儿子答应黄雨红的要求 联系监于内心 将黄四海无罪释放 张伟诚当场被调查开除 话说你觉得张伟诚一生凝症 落得如此下场冤枉吗 这个叫 我说翻到什么呢